861隧道长度795.6米 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 861在当时是一个神秘的代号 可能前几年前都无法破解 即使到今天这个地方知道的人仍然是非常的少 这里是湖南的大山深处 在这个巨洞里面竟然还有一条河 今天我将带大家解开那一段历史的神秘之感 当然我们的前提是不存在泄密 这个大段后面到底有多神秘呢 据说呢至今生活着五万人 跟随我的镜头 现在开启这段神秘之旅 看看这个大洞里有什么 有路灯 看见没有 有公路通降哪里 我还不清楚 一会我们要过去 这边看这个情况还有条小河 咱们看看这个小河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这里面太巨大了 这旁边就是条河 我就把它叫做干西吧 因为这里没有水 现在看看 应该原本以前是有水的 哇哇 里面还亮着很多的这种的中国节式的灯啊 很漂亮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这个大溶洞呢 现在已经没人能说得清它的历史了 到底是人工开凿 还是天然形成 但是我看网上有人写的回忆录啊 是这么说的 说是当年挖这个大洞的时候 挖到过好几条蟒蛇 说明一个问题 这个道 这个大洞呢 极有可能是当年人工开凿的 但是我没有看到上面这些有形成的棕乳石 我猜想啊 当年这个洞极有可能是天然的 但是这个路 可能是人工修凿而成的 千古齐洞迎四海嘉宾 我们今天就进这个大洞 看一看啊 这个大洞很长啊 估计得开车过去 我想知道大洞后面到底是什么 果然是个世外桃源啊 世外桃源的牌子人家就摆在这里 真神奇啊 还是2017年并不是世外桃源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大洞后面啊 这边还有个停车场啊 这边非常的人性化 可能是方便来这里游玩的人啊 在这边这个梯子上去呢 有几个大洞 我们等一下来逛这个大洞 这个地方非常的有历史啊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地方的历史 这是大洞后面的商铺啊 很多这种老式的房子 感觉呢 这里啊 除了汽车能让人感觉到现代化以外 感觉到其他的呢 仿佛这些人呢 还生活在60年代的时光里啊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种特色的房子呢 因为这早以前啊 就是伯英元江机械厂 它是一个三线兵工厂啊 这个不存在泄密啊 因为现在这边准备打造一个景区了 一个红色的景区 国营元江机械厂代号861 建立于1962年 至于生产什么还不清楚 只知道在1979年诞生了我国第一颗航空炸弹 当年兵工厂的工人俱乐部至今仍然健在 这是当年兵工厂最为自豪的一栋建筑 后面呢 还有当年的灯光篮球场 现在呢 已经是杂草重生 成为了人际寒至的地方 这是一个三面环山 一面环水的地方 当年的悬址十分的高明 因为在大洞后面 并且呢 在高空中 无论你怎么看都看不到厂房 十分的隐蔽 现在我们看到的基本全部是民房 其实呢 这个兵工厂很早就存在 在1949年的时候 解放军才接手了这里 再久一些呢 也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9年呢 兵工厂是从湖北迁到这里 刚才我们广场上看到的很多山东呢 就是当年抗日战争时期 生产子弹步枪的地方 这里生产的步枪十分有用 据说还应用到了抗美援朝之上 这个厂子到底有多大呢 没有详细的记载资料 只知道呢 在这里包括家属职工在内有5万人之多 如今这里大部分的厂房呢 仍然保存的十分完好 这可能是当年的办公大楼 我们接下去呢 去看一下当年造枪炮的大洞 我们现在进上面这个洞来看一下啊 因为当年为了防止轰炸呢 所以生产车间都设计在十分隐秘的地方 基本上全部在这种石灰炎的溶洞当中 现在呢有些溶洞呢 已经封闭起来了 我们有可能只能在外面看一看 石板路已经空了 荒草丛生了啊 这已经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均转民之后呢 这些大洞应该就再没有使用过了 现在不知道能否进去 看见没 这个大洞被人改造了 不过呢 听说改造了一半 这边不让用了 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 里面还有麻将啊 洞里面还是很深的 我们沿着小路走吧 刚才那个洞呢 帽子是有人装修过 上面写了个起始洞 里面可能有私人财产 咱们不方便过去 咱们从这里走 看看啊 这里就是当年 兵工厂制造子弹枪炮的洞啊 这个 断壁残垣尚在 进去探一探 这些都是天然形成的岩洞 这里貌似不是很深啊 不过这里的房间很多 都是以照这个天然 凹进去的洞壁 而设置的房间 这仅有两间房了 这边熏黑的地方 说明当年烧过柴火 看看 我们沿着这个 这块的残垣断壁走啊 前面还有很多 像这样的房子 不过这个是 只是我们拍摄的一部分啊 这个洞呢 比较深一点 不过呢 这个洞已经被门锁住了 进不去了 我们只能在外面来看一下 哇 非常深啊 里面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这就是当年的生产车间 看一下啊 里面很深 进不去 如果再往前说呢 兵工厂的前身就是1890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 所谓的汉阳造 指的就是由这个厂出产的一些枪炮 这里呢 我们简单看一下介绍就可以了 由于篇幅过大 我们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 这边呢 还有很多这样的苏联样式的房子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苏联样式的 三项厂 在上世纪80年代国际局势管和以后呢 很多都争转名了 国营原浆机械厂呢 后来争转名之后呢 生产白云冰箱 这个是人人都熟知的啊 白云冰箱畅销了大江南北 但是后来呢 由于经营各方面的不善啊 导致这个白云冰箱一落千丈 后来这个白云冰箱也不做了 很多人呢 就是厂里原来的职工呢 就自谋胜路 这些房子呢 卖给当地周围的村民 啊 所以呢 这里现在不一定住的是原厂居民 也有可能是周围村子里的人 在2003年的时候呢 这里整体改制为云建集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张志栋的巷呢 就在那边那个派的所前面 看到对面没有 对面那个据说就是当年的医院 但是也有一说是当年的小学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在当年呢 呃 十分的奢华啊 可以说是 学校医院邮局 俱乐部一营俱全啊 在这个对面呢 就是俱乐部 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 现在疫情期间呢 肯定是进不去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当年这座老楼啊 座老楼呢 我怀疑啊 有可能是当年的医院 但是现在呢 是一所小学 这个就是当年的俱乐部啊 俱乐部那三个大字还在 这个是已经修整一新了 然后这个大足球场呢 呃 现在是留给可能学生们呀 孩子们镇上的人 所公共使用 所以说呢 这个据说这个足球场啊 就是当年是三线兵工厂 第一个足球场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这个 相信呢 有人发过 未经考证啊 又找到了上学时候的那种感觉啊 以前我跑这个400米的时候 我还拿过一个 拿过一个一等奖啊 那时候很荣耀啊 后来被编为了校队 可惜呢 没有发展潜力 被退了后来 太遗憾了 要不现在可能是个运动员 当年的俱乐部啊 很大 现在成了危险建筑了 挺务靠近 啊 我以为这个已经维修一新了 但是没有实际上 哇 看一看 还是很震撼的啊 当年这个俱乐部 从这里看 来 做个面子的淘汰 看它这个细节啊 这六根大柱子支撑起来 这个大礼堂 那些灯很洋气啊 可惜呢 现在是危防 勤务靠近 不过我想明白 混凝土结构的 怎么会成为危防呢 果然是危防啊 不过看起来 从外表来看 还不错啊 上面还有大的卫星锅 工人俱乐部 后面还有个球场啊 经过多方的打探啊 终于在这个 神秘的地方 找到了这个当年神秘的球场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个球场 哇 太有年代感了啊 上面已经是杂草丛生了 估计这些草呀 比当年看的人的年龄都大了 都换了多少代了 看看啊 这现在是一个灯光篮球场啊 貌似还能使用 这是当年俱乐部 哇 这县大门估计有几千吨 好强大呀 看台旁边还有一个看点是什么呢 那边有栋房子 那个房子不知道干什么的 也许是当年管灯光的一个电房 现在已经废弃掉了 那屋顶上的草啊 也是把那个钢筋水泥土都给撑破了 所以说啊 这个植物的生长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刚才呢 这边有个人告诉我不要进去 但是我这个人呢 越是别人不让进去的地方 我越要进去 哇 窗户都封死了 来 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哇哇哇 这里是 涂鸦世界吗 写着各种仇恨 爱恨情仇啊 哇 还有一个被子被烧掉了 这什么情况 很臭啊 这里面 这个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吧 这个村子非常的有特点 这是一个有着700年历史的老村子 但是在10年前呢 总共380户人家的村子 会突然间全部撤离 只剩下一两户人家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如今这个村子已经面临荒废 村子对面这座山呢 叫做比加山 当地人讲这里风水极好 出过很多人才 而村子的位置也特别好 半山腰上 一天到晚都可以晒到太阳 今天呢 咱们看个特别的村子啊 我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位于这个村子的中间 可以看到啊 残垣断壁 到处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沿着村中的小路 开始参观一些房子 看看里面现在是什么样子 这里大多数已经无人居住了 而且荒废了达十年之久 但是看起来呢 有的房子还能够保存的十分的完好 偶尔有探险家也会来看看 这个院子的门我们进去看一下 看来好久没有人打理了 这里面已经杂草重生啊 破败不堪 但是呢 门还是紧锁着的 看来还是有人惦记着这个房子 所以呢 说荒废呢 还不够准确 来看看这间房子里面是什么样子啊 门已经被人卸下来了 当然如果说它是因为年久 自行脱落也可以 村子里像这样的房子到处都是 有的开门 有的扮演 前面看到那个棚子是拿山树所做 所以呢 异常的坚固 十年过去了 依旧是坚挺的在那里 这间屋子从外表看来没什么异常 但是走进里面会发现 这里面的门呢 都已经被拆掉了 部分呢 已经塌掉了 这个屋子保存的还不是很好 还有很现代的灯管悬挂在那里 继续沿着这条小路走 我们要找一些历史的仪器 找什么呢 找百年以上的老房子 看看这里到底有没有 因为这里是个新旧夹杂的一个村子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啊 二层的小楼依然是处立在那里 还很新 尤其是墙刷得很白 但是呢 这里的人为什么会就这样 把整个村子都放弃了呢 保守估计啊 这里的房子 起码有几百状吧 大概 村里的小路呢 是纵横交错 像这样下坡的路呢 已经被杂草掩埋掉了 我们已经不知道从哪里下去 而走在这样的大村里呢 是非常容易迷路的 航拍镜头我们已经看过了 真的是非常壮观啊 而近村呢 是车进不来的 只能沿着这条小路进来 这是一条青石板所打造的小路 来看看左手边这间房子里面 是什么样的 似乎已经过了很久 但是锅灶还在 大爷您说 这个会发生什么地质灾害啊 这个 他说那个时候 是真假 是他的后面 怕山地滑坡是吗 哦 对对对 在无人村呢 碰到了一位热心肠的大爷 他告诉我们呢 这里的人之所以搬走 就是因为这里有可能会发生地质灾害 什么地质灾害呢 就是山体滑坡 大爷呢 现在带领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比较老的一个宗祠 非常的有看见 这是您的家是吗 不是我的家是 在哪里 在步行了数十步之后呢 前面豁然开了 在一个高台之上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古老的祠堂 这么珍贵的祠堂 我们小时候在这里面读书 哦 这里面以前是读书的地方是吗 那个时候看 那个时候有没有地方 就在这个 哎 你看那木雕 还做得相当不错是吧 哎 上面是石雕 这个石雕也是做得好 那边的还是镂空的石雕是吧 这个镂空的石雕也是 现在屋檐上去屋檐边都是 就是那个空焦布 现在看起来很好 这个镂空的石雕 我记得是 我听讲过是十分的珍贵是吗 很难做的这个是吗 可以可以偷掉的 都给人家爆掉了 都爆掉了 偷掉了 镂空石雕 啊 啥 这个祠堂何时所见呢 已经没有人记得清楚了 但是门上这对文门神彩绘的 颜色至今未有脱落 确实让人记忆有心 大概几百年了吧 村里呢 总共有两座祠堂 只有这一座是一个比较有历史感的 典型的灰派建筑 东瓜粮 丝瓜柱 门当户队 依旧在 这里的景色呢 真是十分的美啊 尤其到下雨天的时候呢 雾气朦胧 在这里呢 甚至可以看到 云海的奇观 外八字形的门柱上呢 还可以看到很多年前的标语 团结紧张 这是团结紧张吧 据老人讲啊 这里是我国贡局的原产地 贡局呢 在宋代就在这里开始种植了 当然了 人们也赚了不少钱 在这里 我们现在开始沿着刚才上来的路 往回走 走出村外 顺便呢 看看村里唯一的小卖铺 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我右手边这个就是当年的小卖铺 看看上面写的什么啊 还是用红色字体写的小卖铺 便民日杂商店 我们现在下去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房子里面很奇怪啊 还有春脸 但是这个春脸褪色程度来看呢 应该是不是贴了没有多久啊 看来有村民还会经常回来 我们往更高处眺望 就会发现呢 在更高的山腰上建有很多新的房子 这些房子都保存的十分完整 这个村子当年想必设计的也十分的人性化 水槽房边还有这种护栏 防止人们可能夜里走路掉下去 怎么样 这个村子这样看起来震不震撼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规模的村子 会这样被整体一弃掉 这栋老房子 我们在回来的途中发现啊 看到似乎有一些历史 但是从砖的结构来看又不像是清代的建筑 沿刚才的坡道而下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鲜红的大字啊 撤离方向 红灯笼还在这里挂着 看来真的这个是有人也每天来的 据老人讲 当年这个村子整体搬迁的时候 本来是要拆掉的 但是考虑到这里有一些历史建筑 所以呢 就没有拆掉 咱们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最后开个玩笑 白送给你住 你敢来住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